各位早晨,有回來看視的時間 上星期又跌成這樣 如果今天彈不回,試問今天如何彈回才行 如果比較上星期五的話,就更多了周末一些畫面 雖然大家都不希望,但預期了這樣發生的時候 令到那個情緒、局勢更加緊張 雖然過往,我會覺得這些事不是第一天發生 上年應該已經在擔心 所以我覺得先看市場如何 例如上星期五,大約1300點 今個星期五還不想回,就真是大件事 而且外圍不算太大嚴重情況 是港股最大的問題 沒錯,如果我對應你這番話 我還是要重新,真是外圍牛市都不關我們事 因為現在是一個本地失信心的問題 究竟是一國兩制 所以你見,其實我已經沒有看美股 禮拜五,說真的,我現在 我如果不出貓去按美股 我三個指數是升令跌,完全猜不到 你說你給我10萬元,我都不知道 因為我真的已經沒有看了 我都看少了 是完全不可能,關需要再看美股事 還有你說,是不是跟去年差不多 是,有一個重通點就是 我曾經引述一個例子 就是去年的時候 其實都試過有地產商撻訂,不要地 高人 這個是他們對於香港未來的金融環境 地產前景不樂觀 寧願待錢的一種走人情況 可能接下來還會有這樣的情況 但是可能,我其實是的 我都很同意 根本都不是一個這一刻才發生的事 而是一步一步進逼 所以就導致市場好像一次一次被打擊 不知道什麼叫做最後一根稻草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是 但是確實只會加大了市場的情緒 是的,我覺得今天也是一個關鍵的 看看究竟大日跌了千多點之後 那個反應如何 除了港股之外 港股都進一步走弱 走弱到7.7550的水平 如果你譬如說要看恒指的話 現在都未正式有個開市為出 加就跳了一點 我估指數應該過十多秒 沒有百秒就應該出到 不如我快快收手和大家順便說回 加人美股的三個指數 是的,都要知道的 只有一個知識 雖然就算升你也無法恨人了 現在我也不知道它升什麼 我看了美股其實波動真的不是太大 我到現在都未曾知道 因為三大指數就是個別發展 道指跌0.04% S&P升0.2% 納指升0.4% 幾點而已 沒什麼波動的 沒錯 難怪新聞都沒有特別要提 所以我看不到 沒什麼特別的 是的 反而譬如說這裡的一個納指走勢圖 其實它仍然有微升不夠1% 雖然維持了在一個突破 其實仍然是一個向上的趨勢裏面 沒錯 我們之前有ETF節目 也有介紹華夏的 有一隻就是 納指的兩倍做好 沒錯 大家都可以去看那集 是的 美股歸美股 甚至乎美股當中 我都強調 就是道指歸道指 納指歸納指 但是現在兩個字都不能夠帶動到港股 港股我又報一報 恆生指數出來了 第2號204點 22725點 如果大家有記性不善亡的話 應該會記得我講過 這些位置是4月初228的 這個位置如果失去的話 當然就要看三月份的低位 如果三月份的低位 你們是看日落的話 就211 如果我是看足身的 就217 大家就自己看著 其實就228 現時也都已經一開就轉了 所以在下望 其實就要去到21,100 都挺嚴重的 這個已經是疫情底 究竟會不會穿呢 這個也是要關注 我覺得穿的機會其實大 雖然各有各害怕 當時怕死亡 在疫情的時候 現在就怕制度 社會等等 但確實我覺得 如果你說影響外資的話 疫情當然會 因為全球不會這樣想法 但這個你真的要看真一點 因為其實今天其實不算意外 雖然其實跌幅老實說 不算大了 200點 只是大家落實了一個期望 就是說跌完1300之後 意為會反彈 意為會高開 我自己上個星期五的看法很簡單 不會反彈 不會高開 因為預期 當你可能擔心 貿易戰異下跌的時候 你都可能會想一下 星期五了 做不做蛋好呢 要過週末 特朗普又不知道會不會做個 tweet 又不知道會不會說一些東西 接著又說 點點點點 又好回到高開 但是 現在這件事 就擺明星期四的時候 就舉手了 通過 也都通過硬 我真的沒聽過 不通過 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也都不會在週末 跟你說 就是大家意會錯了 可能其實我不是這樣想 不會 反而 還多了 例如好像星期五 政府已經晚上開記者會 全力配合的 所以我只要看 大家寄望的一個反彈 或者高開 其實都是多餘 是啊 那就比較難 唯一的寄望就是 因為這裡的全部都是中資股 只不過就是 對 未必會有直接的影響 純粹是氣氛 氣氛 氣氛也夠死 都影響到 其實就算是中資股 都會有些資金流走的情況 不過有些個別 可能是騰訊的 好一點 都算是 現在 恆子就開出了 開22,725點 低開204點 成家房上面的話 排頭位的就是 有邦 跌4% 剛才見到勁價 跌一成 誇張一點 但難保不會繼續跌下去 有邦 其實都是一個 走資概念股 是嗎 是嗎 詩解釋一下 它有走資的 因為其實保險是一個 其實他們做很多內地的業務 其實內地人 其實他們要來香港買保險 其中一個原因都是走資 如果究竟沒有了這個 香港沒有了這個走資用途 其實他們還需不需要這樣投放這麼多資金過來呢 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看看 譬如它那個走勢 現在就是低開4% 其實再加上 一向都說保險股 在這個環境之下都很差 金融 其實因為它是金融股 現在其實全球金融股都有問題 不只是香港 現在就61.25元 一開演開是 即是準備穿底 60.7元 如果你說用收市位計的話 這個底 看來今天就要守這個位 穿了就再穿底 都不少香港的概念股 即是香港的本地公司都穿了底 上個星期有領展、匯控都已經穿了底 有幫再穿下去 都不出奇 是的 我很同意你剛才所說的 難聽就知道 好聽就知道資金的調配 都是一直有這樣的角色 你不能夠否認 這個都是一個公開秘密 第二就是說 都是本地現在最失法的 應該都是保險 金融和地產 金融都可以包括保險 銀行 資產管理那類的 所以今天看到 低開百分之四 肯定又不知道 貢獻恆生指數多少多少 這些都是會影響到的 其餘都同意你說的 很多都是中資股 但是呢 動到的指數呢 除了叫做金融之外呢 還有地產 地產如果上榜的 我不足跡地產股 講著就講領展 領展呢 今天就已經是要低開了 低開 2.5個百分點去到59個性 亦都是進一步 持續又穿一個身體 是的 領展其實都說了 不要買很久了 其實他就算反彈的時候 我想很多散戶投資者 或者甚至很多熱內人士 都會覺得 很記住領展過往輝煌的時候 但是很多東西就不同了 不過我上個星期五 打算不打算領展 就沒有打算到的 因為上個星期五已經跌了很多了 但今天都未見有得彈 60元都專賣 那現在就都幾嚴重了 是的 如果大家去考慮 那些股份是否不打算 或者譬如上個星期五 如果你覺得跌一成就不打算 他今天再低開 可能很多朋友都會有個心理的關口 就是上個星期五早知打算 現在再低開 那就更加不打算 因為上個星期五 那些10元沒有買 騰訊一輩子都不用買那些 是的 現在440元買 神經病 但是我只可以告訴大家 首當其衝的板塊 而是事態呢 我只可以說 事態最少在星期四之前 都不會有新進展 星期四之後 最多一句 就是壞消息 消化實現 因為其實說真的 你可能落實了大陸化 都不出奇 變成了中資更加來了 整件事就會覺得已經確實了 還要解決了一些不明朗因素 對 可能當不知道 真的有個不明朗因素 現在比較不明朗 明朗確認了之後 如何就第二個階段 但是現在直到星期四 所謂 如果大家沒有看新聞的話 你自己要留意一下 星期四 就是這個法案去做表權 所以都叫做一個Cut Off 不過前前後後 其實我想 對於金融市場的情況 其實一早 立刻就已經可以在星期五開始 上個星期五開始一直反映 也都未必在一天之內 反映得完 譬如說資金要走 未必走得完 一天之內 要沽貨 未必一天沽得完 雖然已經很努力沽 沽成1300、1400點 都有一些說法就是 未必有這麼快段 是啊 因為如果你說真是大戶那些 就不是馬上走 可以走到的貨 正如之前疫情的時候 大家都會說 究竟是不是要慢慢走呢 因為如果大戶一沽起上來 其實就會倒閉 所以特別小心一點 如果有些未買東西 就真的不要太心急 沒錯 我見到 除了一盆個股 見到就有問7500 Jan說 現在還可不可以追呢 不如我們先去廣告 廣告之後就回答你了 好 回來節目時間 恒指開出之後 跌幅狂闊了 跌344點 廣告22582點 成交額榜上 暫時跌幅最多的都是3% 油邦跌3% 阿里巴巴跌3% 還有平安好醫生跌3% 反而剛才看到康熙樂 上了成交額榜 不過它的波幅也很大 剛才我看它升7% 現在只剩下2% 也挺有趣的 快點看大家關注7500 Esta也問8元有貨 可不可以加呢 未見到它上榜 7500現在是8.4元 7升2% 即是看恒指是否繼續看跌 沒錯 你先表達一下 我想因為 首先很多時候 如果說擔心基本面上 會不會太過憂慮 但你看看這個技術面 就會看到市場的反應 這個23500其實就橫行了一段時間 已經穿了 如果你說一些10-20天線 就踏著50天線 亦都開始開死亡交測 如果你說RSI 亦都未真正好超賣 以這個MACD 亦都開死亡交叉 我覺得穿23500 這個橫行底 其實是可以開始看淡 沒錯 所以現在 譬如23500之後 下一個位就是剛才說的228 其實穿上這個位 我覺得再加都可以 當然 做淡的事就不如太重手 你不是太多的 都可以再加一點 完全同意 其實我只是想重申一點 就是忠於自己的分析 而是分析是一早做了 並不是你怕到鼻孔都侮辱的時候 譬如很多人都是的 上個星期五的時候 無緣無故低海500而已 需要不需要跌成一千三千世 於是嚇到可能甚麼都不做到 但我其實當下那一刻 其實下午都還是加緊7500 原因很簡單 上午確定23500 這句說話 其實我和自己說了好幾次 就是說 235至247行得太久了 其實在節目裡都說了九次了 235至247行得太久了 往後的 無論是向上升穿或向下跌穿 都一定是行程 爆邊 不是跟你走一天半的 好了 因何原因 其實可以因為疫情 可以因為貿易戰 斷細估不到有個新因素 是這樣的意思 是啊 以為擺在一邊的 這些東西都摔穿了 那就沒有 take action 預料之內的 只不過就忽然間實現了 好了 亦都如預料之內 你應該在228刀室的時候 向下看217 或者甚至乎211 所以現時你都是問我 現在追是否太遲的時候 我只會告訴你 我現在 畢竟228是今天才失去的 上個星期五還未失去的 其實我今天之內 轉頭有可能再加的了 我再看就看217211的為之 所以你想一下 我都不知道誰安全 我有貨是加的 你沒有貨是買的 那我都夠膽了 你覺得你夠不夠膽呢 我都覺得可以了 因為真的現在再今天都沒得 現在又是低開之後 又再沉沉沉沉又多一點 400了 剛才跌著 看看正股又如何 66號港鐵 港鐵其實是一個地產股 My Little Secrets就說 42元買了的可不可以長線呢 其實港鐵都是一隻穿底的股份 38.2元的疫情底就穿了 最怕的東西穿底 是啊 我覺得如果你42元買 可不可以長渣呢 你可以的 沒有東西不可以長渣 不過我建議不好而已 我覺得你不怕捱價 你真的拿著不理它 我覺得可以 但是現在可以說是一個最後的機會 如果你決定離開後 你可以離開後有機會再再買 如果你現在決定不離開 那你就繼續持續 以後都不要離開 是啊 38.2元之後下個位都很近的 37.5毫半 就是去年 不是2018年 是啊 這兩個位置 這些時候你不離開 你就真的去死拿著它 因為如果你看這個月線圖 其實都是差不多 就是穿一些大位 就是38.3元 接著就是34.6元 都是差不多的位置 同意 就是如果你現在這一刻 是因為 短炒失敗而坐艇 問走不走呢 你這個其實已經是錯了 是沒有人應該敢問的 如果你那隻股份是長渣 譬如我覺得 軍線方面都是多頭 甚至乎有色派 各樣因素的話 我也覺得有價值 首先這個派息又不是特別深 第二就是軍線的空頭 第三就是地產 這個是首當其衝的板塊 我建議你 如果你純粹是因為 短炒不成坐艇而問 可不可以長渣呢 你認清其實是錯的 第二就是說 如果你決定今天閉上眼睛 硬著頭皮去長渣的話 請你不要 譬如現在37元 請你不要27元 才白了貨 或者你不要17元 才說我叫不住了 雖然那刻我跟自己說是長線 但我真的頂不到17元 記住 7元你都不要走 就好像匯控那樣 村五十六就是走就走 不走就不走 我特意說到7元 其實就想嚇你這傢伙走 為什麼你不走 有什麼不可以買回來呢 你自己考慮吧 好 接著都是首當期充的 1128永里 近期比較受疫情影響 CYZ14.52有貨 可線是什麼意思 可不可以長線 看澳門開關可不可以呢 現在是12.94元 他應該買的時候 剛剛是 或者是見他突破買都不定 因為當時正在上 但是呢 現時來說呢 我想他都穿了上升軌 我覺得就暫時不太看好著的 當市要跌的時候 我體驗不到他 有一種逆市的能力 逆市企穩都難 更加如果你要搏 有得向上望 我就認真覺得很離奇了 就是現在除了真的買put 是比較孤野啦 7500那些 是比較大把 是真的會升到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其他東西其實 受累氣氛都沒得好說 就是等於你看著20大成 握個榜 你說中資都沒有用 都一樣都是很多都是要跌 不過現在這樣說 都不要說太大聲 美團升1.6% 美團出業績 現在中心升2% 希望教育升2% 而若榮升0.5% 看看你買不買得中 這幾隻都是好東西 是的 是的 美團上個星期就受惠 W股和第二上市股分 可以染藍 今天就公佈第一季的業績 市場都很期待 但究竟會不會見光死呢 暫時預期業績就未必太好 而且也都升了很多 但今天看來之前還有些炒作 有機會業績後衝一衝 就會比較波動一些 上個星期大跌完 都上回82元 那這幾隻都是比較 無論在一些基本面上 還是技術走勢上 都比較強的股份來的 嗯 所以有些看回個別情況 有些還可以 這些就是多頭排列 就是向上震盪的趨勢 不過雖然科技股很少 會有些什麼色派的 但起碼頭部都更好一點 跟剛才那位朋友問港鐵就真的差一點 跟著就見到Fionne說 九百一還能不能進入 就是見它有得這樣逆市升 是不是這麼好呢 上個星期呢 其實都可以想一想 中芯呢 其實首先它就是這個 可以說是叫做疫情 是不是中美貿易戰的受惠股 現在就有新聞就說 就是美國要封殺華為 有個評級機構 標普的報告就說 這個封殺就不會對晶片製造商 中心帶來巨大的衝擊 還看好有龐大的本地需求 其實都是繼續說這個科技去美化 它連接了幾天 似乎今天有機會站穩的 我覺得看看是不是持續站穩 始終它都兩年陰了 如果站穩的話 可以買入用16.16來做止蝕衛的 這樣 看一會先吧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你可以參考 我同意它可能逆市 因為某些戰友打得越火滾的時候 可能它是受惠之一 又加大投放 包括裂口頂 包括之前頂 這些位置盡量去期 也相信提供了不錯的支持 但是如果你去參考 當3月份股市下跌的時候 你看 你都會看到它曾經都會出現過 譬如在大台17元左右 有跌到11元左右 這裏可能約莫就是大台4成左右 3、4成左右的一個下跌的幅度 它的波幅比較大 現在如果用20元去跌3、4成的話 可能就13元左右 都不排除了 不要忘記13元才靠近 就是一些主要的平均線 在50天線、100天線 我自己會覺得 液水行舟是難的 我預祝你成功 但是我不會向難度挑戰 因為當市場真的要跌的時候 最好沒有賣東西 是的 接著問有貨走不走 9922 TYYUN說12元有貨走不走呢 其實都已經兩年陰了 現在是11.22元 之前有個橫行整固的底 11.5元 其實上個交易日穿了 今天上不回就走了 11.5元 是的 同意 看多一會 沒有東西補充 都上不回就好走了 沒有東西補充 昨天 上個星期五的支音桌實在太恐怖 是的 都穿了 前頂有機會彈 今天失去一點 可能就變成要去最近的支持位 作為第一站 不過也都這樣說 試到的話 也都不代表不再繼續下 所說的就是這個大胎 就是一到一毫半 看看你看不看這裏 但是又這樣說 看只會輸多幾個先 今天低落是一到一毫四 因為失去前頂 那個勢頭都不太明白 是的 加上它本身都是一隻 不太能夠長渣的股份 都挺恐怖的 那些股價 自己留意一下 好 最後看一隻133平安好醫生 Jason Simon 有貨的103元 有沒有得高一些酒呢 是的 Jason Simon 現在就99.5元 103元 就是在那個支持位那裏入 其實100元都是一個齊頭關口 今天就低開了 你不如看看今天上不上一回100元 上不上就算了 沒錯 都是 幸好你買得便宜 可不可以少少 100元 或者103 都是那個雙頂頸線的位置 是的 失去之後 上回去都會成為阻力 是的 要小心一點 因為它本身都是一隻比較用資金推動 來熱炒炒起的股份 是的 又要提多一句老土的事情 就是它未曾有盈利 純粹是熱炒 是的 說起未有盈利 就是未有盈利的美團也很厲害 升至2.7% 就是繼續衝景業績 市的跌幅收窄了 所以有利於股份 從低位稍微收窄一些跌幅 甚至是反彈 是的 個別都有轉升 行指現在跌了176點 22,755點 看看會不會有機會收復2.28的位置 好 一會兒 11點45分再電 拜拜 幸會 合體 危機 碗 大家